一名男子鬼鬼祟祟走到舊車旁 接著整個人貼在副駕駛座車窗 東看看西看看 接著拿出急迫器 夢扎車窗玻璃 從車內偷走東西後拔腿狂奔 監視小組貨包到場 拿出手電筒仔細查看 採集指紋 不放過任何蛛絲馬跡 而當時租車的受害車主就是他 網紅油條兄弟成員大宇 平時幽默又搞笑 深受不少粉絲喜愛 頻道上超過十二萬人訂閱 五號晚間他租車帶著家人 前往台北內湖區的籃球場運動 結果遇到破窗竊案 包包是放在那個腳踏板的地方 就腳踏板的地方 然後我們還有用那個寶特瓶 把它擋住 想說這樣比較不明顯 結果發現沒有用 直接鎖定這台車之後 然後就敲了 回到砸車現場地板還有碎玻璃 嫌犯一共偷了三個名牌包 其中一款還是限量版 再加上包包內的現金 得手超過五萬元 銜犯看準共享汽車使用者多指紋難採證 但還是被警方逮捕 這下不僅吃上刑責 修車費用和車主財損都得負責 飯店新聞王宇軒 林玉君 台北層報道